到岳飞带领大兵骑出了潭州城外扎下了大营 当天元帅声仗聚齐了一班众将参见以弊 元帅开宴大 金区员工吊骑人马摆下此阵 名为五方阵 按金木学火土各路埋伏 前后左右具有救应 各一努力向前擒拿扬腰 再次一举为令怠慢者必按军阀 众将齐声道 愿听指挥 元帅急命于化龙听令 于化龙答应上前 元帅道 与你红旗一面 率领周青赵云带领三千人马 从正西杀入镇区 我自有接应 于化龙得令去了 六点何元庆同吉一清师权领兵三千 黑甲黑旗从正南上杀进 取水克火之意 三将得令领兵去了 有换月云 你可同王贵张贤领兵三千 都是皇旗皇甲 从北方杀入接应 岳云领令去了 又命张献同正怀张魁领三千人马 白起白甲 杀入郑东镇内 取金克木之意 张献领令下去 元帅又命杨再兴带领 清甲兵三千 左手张用 右边张力 一起冲入中央 砍倒他的帅子旗 元帅自领大兵在后 接应五方兵将 再说韩元帅 已经得了岳元帅的会角日期 急命杨虎 阮良 耿明初 耿明达各家小船 往来截杀 牛高在水面上就应 自己带领二位公子 并个副将 摆开大战船杀来 那日杨幺文报 说岳飞来破五方阵 韩世忠又从水陆杀来 急忙命杨钦把守洞庭宫殿 武上志保住家眷 赐予太尉花扑方等 驾着大小战船 向前去迎敌韩世忠 先说那岳营重将 以此冲入 五方阵内 虽有严成方 罗延庆了得 却是以怀归顺之心 自然不肯出力 只有小霸王杨凡这杆枪 十分厉害 在阵内抵挡了各路兵将 那王左来见岳元帅 献了东尔木寨 岳飞命王左收拾寨中之物 速进潭州 不可延迟 王左领命 不一会儿又见武上志 拆信服家将 驾船来到了岸边 请元帅上山 元帅令三军上了战船 带领张宝王横下船 直至杨妖水寨 逢人便杀 御将便砍 四面放起火来 众楼落飞奔逃命 岳飞杀上山来 早有杨亲接着 指引军兵将杨妖 河门诸禄 武上志领了公主下山 放起一把火 将大小宫殿迎寨 烧了个干净 早有楼落逃得命的 飞豹与杨妖说道 大王 不好了 驸马武上志 于御帝杨亲 欠了水寨 放火烧了宫殿 大王眷属 都被岳飞杀尽了 杨妖听了 大叫一声 巴拉 巴拉 谁知二贼如此丧心 将我满门杀绝 此恨怎消 拿着二贼碎尸万段 放些我恨 传令仲将 奋力杀上去 勤了韩世忠 再做道理 仲将得令 正把战船驶上 直见牛高在水面上走来 见了花浦方叫声 贤弟 此时不响 更待何时啊 花浦方叫了一声 哥哥 小弟来也 江船一摆 跟着牛高归往宋营去了 杨妖见花浦方归宋 心中是又慌又恼 只得勉强上前 与韩元帅战船打仗 且先说那岳元帅 烧了洞庭山宫殿 下船来 依旧上岸囤住 遭有牛高带领花浦方来投降 岳飞大喜 用好言抚慰 忽然又有探子来报道 其上元帅 今有金邦司太子物竹 调领六国三川各道人马 共有二百余万来犯中原 将近朱仙镇了 请令定夺 岳飞听了此报 吃了一惊 吩咐探子再去打听 这个方去 那个方来 一连七八报 元帅好不着急 想到 那杨妖为擒 金人又到 奈何 奈何呀 慌忙传令军政司 点击七队人马 每队五千 后元帅发令 军政司联盟 点击专等元帅调用 岳飞又发文书 拆官命各路总兵截度 在朱仙镇取旗 兴飞投地去了 且说呢 五方镇内 于化龙率领 周青赵云 杀入正西镇内 正遇着崔庆 大战了数十个回合 被于化龙 拦开刀 一枪赐于马下 那何元庆 同志极青 施权 领兵从正南杀来 早有崔安接着厮杀 不上五六个回合 崔安正在逃走 却被何元庆 一锤打出脑枪 死于马下 岳云 王贵 张显 三个从北方杀入阵中 贼将金飞虎 使两条狼牙棒 上前迎敌 被岳云削开棒 只一锤 打坐两截 再杀过去 恰遇着于化龙 何元庆两边杀来 三支兵合作一处 恶龙脚海的一般 哪里挡得住 其实东边镇上 喊沙连天 乃是张献 同志郑怀 张魁领兵杀来 正遇着周轮 舞动着双边 来敌张献 为其交锋 被郑怀鞋子里 一棍打死 下号杨再兴 从中杀进镇来 正遇三大王杨凡 两个大战 正是齐风敌手 降与良才 正在难解难分 严承方见杨再兴 站不下杨凡 便把双锤一摆 大叫一声 严承方来 助阵也 一马跑上前来 杨凡直到他来帮忙 哪里防他 马到锤落 把杨凡大落马下 再兴取了首级 罗延庆见了 把枪一摆 连挑纪元 偏叫 大叫道 俺罗延 已经归顺 岳元帅了 你等院想者 都随我来投顺 免受诸禄 那镇内人 马剑 主将已降 聚个四散逃生 早有军事 飞报屈元公道 王左 罗延庆 巨投了宋朝 严承方 把三大王打死 也归宋朝去了 真是已破 三军进逃散了 屈元公正在惊慌 又有探子来报 武尚之宇 杨秦掀了水寨 放火烧毁了宫殿 大王一门家眷 竟被宋兵杀尽了 话未说完 又有探子来报 牛高 招降了花补方 大王献被韩世忠围困 十分危急 后军师速去救驾 屈元公一连听了几报 弄得是束手无策 阳天大叫道 铁桶般的山河 一旦丧于猪贼之手 岂不可恨 遂拔剑自吻而死 这叫做大破五方阵 逼死屈元公 岳飞正在调拨人马 早有探子来报 韩元帅大破了羊腰 羊腰气传下水 羊虎转良的 一起下水连拿去了 岳飞吩咐再去打听 不多一会儿 早有杨在兴进营 缴令 岳飞道 贤弟来得正好 方才得报 说亲兵二百万 又犯中原 将进朱仙镇 贤弟可领兵五千 为第一队先行 速速去救朱仙镇 小心前去 杨在兴领令出营 带兵五千兴飞而去 随后岳云进营说 海尔领令 杀入五方阵内 将杨妖人马 进阶杀散 特来搅令 我儿 既有物竹带领 两百万人马 来犯中原 你可领兵五千 速往朱仙镇就营 岳云一声 得令 出营领兵飞奔而去 又有何元庆 同严成方进营 搅令 元帅令成方为第三队 接应岳云 成方听说岳云在前 领令兴业而去 元帅又命 何元庆为第四队先行 元庆得令 出营带领五千儿郎 前往朱仙镇来 落后于化龙 速进营搅令 元帅也令领兵五千 为第五队 速奔朱仙镇去 再说罗延庆 进仗见了元帅 归家兵道 我向归降来迟 望元帅 恕罪收录 岳飞连忙扶起说道 本帅与将军便经一别 久怀可下 近日将军改邪归乘 正予与将军续谈终曲 不宜金帮物竹 带领藩兵两百万 附近中原 已进朱仙镇 十分危急 我一名杨再兴 岳云 严成方 何元庆 于化龙 各领五千人马 作为五队 前去就营朱仙镇了 金将军可为第六队先行 带领人马五千前去 有功之日 待本帅揍文 风驰不小 罗延庆说道 蒙帅爷如此私态 何惜残驱 势必杀进金兵 以报元帅 知遇之得也 所以辞了元帅 出营领兵去了 又一会儿武伤致进营缴令 元帅道 贤美诈 来得正好 我今早上 以命谭州节度士徐人 叫他整备花烛 金音金兵犯戒 我不得功夫 故托他煮婚 为仗 可通表妹进城 今晚成了花烛 明日 集领兵五千 兴诉为第七队就营 不可有误 武尚智谢了元帅 初来同姚氏进城 荡夜成了亲 且说杨虎与耿氏兄弟 一起下水去追捉杨妖 杨妖无处躲藏 往水面上透出来 想要上岸逃走 不到牛高正穿着那束破浪旅 在水面上走来走去的快活 忽见水面上探住人头来 牛高认得是杨妖 便道 嘿嘿 好吓人 拿了这头来吧 熟起一箭把杨妖打翻 阮良一起上前捉住 接上韩元帅大船来报宫 韩元帅随即命绑到岳飞的营中来 岳飞道 叛逆大罪 理应姐夫临安出展 但我要送往朱仙镇去 恐途中有变 左右 绑区砍了 将首级拆棺送往临安奏解 又令牛高往各路摧凉 到朱仙镇来接应 牛高领领去了 此时岳元帅与韩元帅 共有三十万大兵 二位元帅放炮拔债 统领全帅往朱仙镇而来 再说第一队先行杨在兴 奉令前往朱仙镇来 此时正值十一月的天气 只见四月里铜云密布 大雪飘扬 万里江山如同粉壁 在兴带兵冒雪而行 一连走了两天两夜 已离朱仙镇不远 看得金帮人马 漫山遍野滔滔而来 不计其数 杨在兴道 三军听令 你等看翻兵如蝼蚁一般 你们上前岂不白送了性命 尔等可扎好迎战 在此等候 我去杀他一个翻江倒海 众兵一起答应 下了迎战 那杨在兴即便拍马摇枪 往翻营杀进 那昌平雾竹四太子 带领的六国三川大兵 分为十二队 每队人马五万 共有六十五万人马 虚张声势 加延二百万 往小商桥而来 第一位的先锋 雪里花南走马上来 正遇着杨在兴一马当先 那枪支一挑 将雪里花南挑下马来 翻兵不能抵挡 呐喊一声 两边散开 杨在兴拍马赶上 第二队先行雪里花北便来接战 早被杨在兴一枪 那雪里花北招架不住 也死于马下 只见了翻兵回身一转 杨在兴拍马又上前来 撞见三队先锋 雪里花东 早已知道前面之事 催马摇刀上来 正遇着在兴 他的刀上没举起 又早被杨在兴一枪 将井下挑了一个窟窿 翻身落马 杀的那些翻兵是东倒西横 抱头鼠窜 持恨的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没命地逃走 那四队先行雪里花西文宝 飞马上来接战 撞着了在兴 不上一河 早被杨在兴挑于马下 不上一个时辰 连把四元翻帮大将 送往阎罗殿上去了 四队翻兵 共计有二十余万 见主将以王 大败而走 众翻兵惧怕 不知道像这样的难蛮 有多少追杀下来 先自慌了乱跑 人撞人爹 马冲马倒 自相残塌 死者是不计其数 但见是尸击如山 血若川流 杨在兴在后边追赶 见翻兵向北而走 心下想道 我往此处抄去 岂不在翻人之前 截住他的归路 杀得可片甲不留 再兴想定了如意 竟往近路超去 谁知此地有一条河 名为小山河 早已被大雪遮满 看不出河路 那些翻兵 进阶知道是小山河 前面是小山桥 所以那些翻兵 往西北而逃 小山河河水 虽不甚深 却皆是淤泥摔草 被雪掩盖 不分河路 杨在兴一马来到此处 一声跌下小山河 犹如跌落陷坑的一般 连人带马 陷在河内 那些翻兵看见 只叫一声 放箭 一众翻兵翻将 万事齐发 就像大鱼一般射来 可怜杨在兴 连人带马 射得如同柴棚一般 后人有事调之曰 东南一傍 天古响 西北前方 坠降兴 未曾享受军恩路 先向全台 弃夜营 乌竹传令重将 调兵转去下营 若有南蛮前来迎敌 不可造次 需要小心准备为主 据说那第二队先行 岳云赶到 天色一暗 杨在兴的军士 上前迎着公子报道 杨老爷追杀藩兵 勿走小山河 陷于河内 被藩人乱剑射死 特来报之 岳云听了 不觉大叫道 苦哉 苦哉 就应来迟 此乃我之罪也 于是传令三军 与我扎住迎寨 带我前去 与杨叔父报仇 三军得令 安下迎头 跃云拍马摇锤 直地翻营 一马冲进金营 有分叫 万马从中 显性自 千军对礼 夺头功 好 好 谢谢观看